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思考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议题 美国禁止中国电动车的安全理由是否成立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智能化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在逐渐被控制 人类的自主性是否正在流失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将分析美国政府对中国电动车的安全担忧 包括数据和网络安全的潜在风险 同时我们还会探讨智能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决策 并考虑人类自主性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维护它 究竟这些安全理由背后是否有实质证据 智能化的未来是否真的需要以牺牲自主性为代价 这一切都在今天的节目中探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禁止中国电动车的安全理由成立吗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智能化 是否意味着我们越来越被控制 人类是否开始失去自主性 中国研究院 中国研究院发表的本报告旨在分析 美国禁止中国电动汽车的安全理由是否成立 以及随着生活智能化程度的提高 人类是否正逐渐被控制 甚至开始失去自主性 通过数据案例科技知识和研究趋势的综合分析 我们探讨了美国的安全担忧 智能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以及人类自主性在科技进步中的地位 一言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电动汽车和智能技术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然而科技进步也带来了新的安全和伦理挑战 美国政府最近提出禁止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 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担心 生活的智能化是否意味着我们正逐渐被技术所控制 人类的自主性是否受到威胁 二美国禁止中国电动汽车的安全理由分析 二点一国家安全担忧的背景 美国政府认为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及其相关技术 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主要的担忧包括 数据安全 车辆可能收集并传输敏感的用户数据 如位置通话记录等 网络安全 车辆的联网系统可能被用于网络攻击 影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军事用途 先进的自动驾驶和传感器技术 可能被用于情报收集或军事目的 二点二数据安全风险 现代电动汽车通常配备了高级传感器和通信设备 可实时收集和传输大量数据 美国担心 用户隐私泄漏 车辆可能将用户的个人信息传输给中国企业 进而被中国政府获取 敏感地点的暴露 车辆可能记录并传输关于军事基地 政府机构等敏感地点的信息 案例 特斯拉在中国的处理方式 出于类似的担忧 中国政府要求特斯拉将中国用户的数据 存储在本地服务器上 并接受数据安全审查 二点三网络安全风险 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入口 导致大规模的安全事件 远程控制风险 黑客可能利用车辆的漏洞 远程控制车辆 造成交通事故 基础设施攻击 通过车辆联网系统 攻击者可能渗透到更广泛的交通或能源网络 案例 2015年Jeep黑客事件 研究人员远程入侵了一辆Jeep切诺机 控制了其加速和制动功能 引发了对车辆网络安全的关注 二点四案例分析 华为和5G设备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 担心其设备可能被用于间谍活动 TikTok争议 由于数据安全和隐私担忧 美国政府多次尝试限制TikTok的运营 这些案例显示了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普遍担忧 特别是涉及数据和网络安全的领域 二点五反对观点和批评 缺乏具体证据 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表明 中国电动汽车被用于间谍或网络攻击 影响环保目标 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可能减缓美国的电动化进程 影响减排目标 经济和创新代价 封锁可能导致美国市场缺乏竞争 抑制本土企业的创新动力 数据支持 电动汽车市场份额 中国在电动汽车技术和生产方面领先 限制其进入可能导致美国消费者措施 更经济实惠的选择 创新影响 研究表明开放的市场竞争 有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 Porter1990 三生活智能化与被控制的可能性 三点一智能技术的普及 智能手机 智能家居 物联网 IoT等技术 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物联网设备数量 根据Statista的数据 预计到2025年 全球物联网设备数量将达到754亿台 数据生成量 IDC预测 到2025年 全球数据量将达到175则字节 CB 3.2数据隐私与监控 随着设备的互联互通 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变得更加容易 大数据分析 企业和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 对个人行为进行分析和预测 隐私泄露风险 数据泄露事件频发 用户隐私面临威胁 案例 剑桥分析事件 通过收集社交媒体数据 影响了数百万用户的政治观点 引发了对数据滥用的担忧 3.3人工智能与决策影响 人工智能 AI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可能影响人们的决策和行为 算法偏见 AI系统可能存在偏见 导致不公平的决策 行为干预 通过推荐系统和个性化内容 可能影响用户的选择 研究趋势 伦理AI 学术界和产业界正积极研究 如何使AI系统更加透明 公平和可解释 4.人类自主性的发展趋势 4.1自主性的定义和重要性 自主性是指个人自主 做出决定和行动的能力 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重要体现 4.2技术对自主性的影响 决策外包 过度依赖导航 推荐系统等 可能削弱个人的决策能力 注意力经济 应用和平台通过设计 争夺用户的注意力 影响其行为 研究发现 数字痴呆 长期依赖数字设备 可能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 Spitzer 2012 4.3维护自主性的策略 数字素养教育 提高公众对技术的理解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政策监管 制定法律法规 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 技术设计 倡导以人为本的设计 增强用户的控制权 5.结论 美国禁止中国电动汽车的安全理由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对数据和网络安全的合理担忧 然而 缺乏具体证据支持全面禁令的必要性 全球化背景下 封闭市场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减缓技术进步和环保目标的实现 随着生活的智能化 人类确实面临着被技术过度控制的风险 为了防止自主性的丧失 需要综合运用教育政策和技术手段 确保科技发展服务于人类的福祉 而非削弱人的自主性 6.参考文件 Porter M.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FreePress Spitzer M. 2012 Digitale Demenz wie wir uns und unsere Kinder um den Verstand bringen Droimr-Nar Statista 2021 Internet of Things IoT-connected Devices InstalledBase Worldwide from 2015 to 2025 IDC 2018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World from Edge to Core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既然这种色调币 适当的五楼像 eki 中共就在门上 达到 纠染译 阿sz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